习近平在据美中脱钩原因如此恐怖 随着中美关系不断恶化 中美脱钩愈演愈烈 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APAC会议上再次拒绝中共与西方脱钩 外界认为 习深之一旦美中脱钩 中共将灭亡 习近平在11月19日 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AC 论坛视频会议上发表演讲 习声称中国绝不会走历史回头路 不会谋求脱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 封闭必然导致落后 中共将持续开放 强调经济全球化等 多家外媒军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胁迫外交 人质外交和战狼外交做出的强烈的谴责 作为报道背景 报道指 中共最近对澳大利亚 加拿大的报复行动 就是一种胁迫外交 人质外交 近年出于对中共隐瞒疫情 致使中共病毒 在全球肆虐 表示强烈不满 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 曾多次提到要与中共脱钩的想法 川普5月14日曾说 我们可以切断和中共的整个关系 6月18日川普又说 美国确实在各种情况下 都保留了与中国中共完全脱钩的政策选择 川普9月7日再次提出美中经济脱钩的想法 计划遏制美国与中国的依赖经济关系 他表示 无论脱钩还是加征高关税 美国必须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但是中共当局多次表示 不愿意和美国脱钩论 10月30日 中共中央召开新闻发布会 传达习近平在中共19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内容 中裁办常务副主任韩文秀称 中美彻底脱钩根本不现实 对双方及整个世界也都没有好处 10月9日 中共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也表示 美国与中共在金融领域脱钩 是杀敌一千 自此两千 8月17日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脱钩事务判大事的逆动评论文章 竭力表示中美经济应该挂钩 而不是脱钩 更早时 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 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 和中共国务委员梁洁池的公开发言 都清楚地表明了类似的态度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认为 以川普政府治下的美国为首 西方基本结束了对中共持续三四十年的绥靖政策 西方已不会在技术上资金上去全面支持中共 美国是完全从相反方向与中共全面脱钩 同时民主国家都在围堵中共 中共失去了西方偷窃 山寨之路 原来的增长速度会大幅度下降 它的经济下行已经越演越烈 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 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中国中共就是跟美国的合作中 依附在美国身上 中国才有这么大的经济发展 中国中共如果离开了美国 它就吸不到血了 对它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中国中共无论如何都不能主张脱钩的 时评人士袁冰撰文表示 如果中美脱钩 两国的经济当然都会受到影响 但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 肯定要远远大于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 失去了中国的商品和市场 美国通过在全球范围内 调整产业链和市场开拓战略 很快就会从阵痛中缓过进来 而失去了美国的市场 尤其是失去了美国的高科技 如果再被美国踢出美元结算体系 对中国经济来说则是致命的 文章说 通俗的讲 离开了中国 美国经济再差也死不了 而离开了美国 中国经济就完完了 中共就完完了 美国政治学家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 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指 美中加速脱钩 中共很可能会重蹈前苏联覆辙 最终导致解体